衛生局人員打開藥櫃傻了眼 裡頭滿坑滿谷的藥罐 甚至還有未開封的針筒 儘管看來簡陋 但醫療器材應有盡有 桌上還有病患病例 全英文書寫功利了得 很難令人想像 看診的醫生竟然只有 國中畢業學歷 以前他在軍中有嗎 軍醫也有 以前在軍中生做軍醫 你去媽祖問他的年代 他說整個軍中都在教的 當事人母親說 兒子在軍中當軍醫 儘管沒有醫生執照 但在家鄉已經開業三十年 地方上人稱許醫師 校長肩狀中 自己看診自己開藥 還幫病患打針 身兼護理師 藥劑師和醫生 一人診所一手包 他拿著我吃著 這樣就順口皮 拿我給我吃 他沒在亂拍一樣 左右鄰居口耳相傳 這位許醫師看診 收費開藥一天份八十元 兩天一百五 三天份還能打針 若要打針 另外加收一百到一百五 什麼疑難雜症 通通都能看 僅僅國中畢業 秘遺一當就是三十年 自稱收入兩百五十二萬 儘管這數字有待商榷 但沒有醫師執照 還想當現代華陀 違反醫療法 被依法起訴 記者傳聖門 楊生物彭馨 彰化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